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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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問一個問題 現在的人種這麼多 到底神是不是做過很多人呢 除了阿當夏娃以外 他還有沒有做過其他的 甚至有些人說 有一類的人叫做阿當人 就是阿當的後裔 但是有一類的人叫做非阿當人 這個非阿當人是由進化而來的 他們有這樣的建議 或者這樣的理論 主要是因為 當該人離開了伊甸園之後 他後來結婚 他的太太從哪裡來呢 一定有其他人 然後接著 塞特 後來也會結婚 塞特結婚 他會去哪裡找 他的對象 應該有其他人 其實 由頭到尾 這個只不過是古 和聖經的教導 是相貝而遲的 聖經告訴我們 神是只做了阿當夏娃 整個人類都是由阿當夏娃來的 是絕對沒有做過任何另外的人種 更加沒有一些進化而來的 那些所謂非阿當類人 沒有的 在哪裡告訴我們 幾道的聖經 很清楚告訴我們 第一 阿當這個名字的意思 就是人類的意思 人 然後跟著 第一個人 是出於神 就是阿當那裡 第一個人是叫阿當 他是神的兒子 聖經多處告訴我們 整個人類都是從阿當而來的 阿當是被稱為第一個人 而第二 我們看到夏娃的名字的時候 夏娃也都很清楚在聖經裡面的記載 夏娃是叫做眾生之母 為什麼他叫做夏娃呢 是因為他是眾生之母 既然是眾生之母 mother of all 即是全部人類的媽媽 如果是這樣 所有的人 就是從夏娃那裡散出 第三個理由 聖經摄行傳 第十七章二十六節 是非常清楚記載的 他 即是神 從一個血脈 或者從一個人 做出萬俗的人 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連限和所處的疆界 在這邊的聖經 就講得強加清楚 神是從一個人 做出萬俗的人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絕對相信 阿當夏說 不只是猶太人的先祖 他是全人類的先祖 帶來一個問題 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不同種族的人 怎麼可能阿當夏娃 會產生這麼多不同種族的人 其實當他們留意去看到聖經的時候 你會看到羅雅 洪水的時候 有三個兒子 三個媳婦 或者三個媳婦 全人類其實真正來講 就是從羅雅的三個兒子 三個媳婦那裡 是繼續不斷延伸出來 而聖經也都講得很清楚 他們到底是哪些人的先祖 哪些人的先祖 按照那段聖經的記載 巴別塔 將人類分散 語言的混亂 以至到人分散到各地 人分散到各地的時候 然後就各有自己的語言和疆界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相信一樣東西 就是當人隨著當時洪水產生的結果 分散到全地之後 人開始適應每一個不同地方的種族 氣候 姜土 地土 食物等等 以至到人的皮膚可以變 另一方面 我們也相信 神在人的裏面 已經特別做了一件事 叫他們無論去到哪個地方都好 他不單止變亂他們的語言 他甚至將他們的膚色都變亂 以至到在整個世界裡面 各個不同的種族 膚色 語言 就在羅雅的後裔 逐步逐步衍生出來 各位朋友 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連人都做得到 其實這些事對他來說 是絕對做得到 從今天人的血 我們可以無論什麼種族都好 我們的血是可以輸給別人 不同種族的人同樣都可以輸血 人的腦的構造 這一大堆的事都告訴我們 人是同出一緣的